美国纽约时报今天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 美国总统特朗普领导的政府正在研究禁止中国共产党员及其家属入境美国的可能性 消息人士表示仍处于讨论阶段的草案 可能授权美国政府撤销目前处于美国境内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其家属的签证 并将他们驱逐出境 该报还指出已经收到限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和中国国企领导人入境美国的提议 不过消息人士也强调计划细节还未最终确定 特朗普可能驳回该计划 美国总统有权引用移民与国籍法案中的法令禁止某个群体入境美国 他也曾于2017年用于禁止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公民访美 纽约时报坦言 如此广泛的禁令将是自2018年两国贸易战开始以来 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最具挑衅性的行动 在经济技术和全球影响力方面的公开冲突已持续数年之后 这将进一步加剧中美冲突 也必将导致中国的报复 一些外交官和分析人士将中美关系比作一场新冷战 这条禁令面临的最大问题甚至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技术问题 中国共产党有9200万党员 直系亲属高达近2亿 如果算上旁系亲属差不多占到中国一半人口 2018年有近300万中国公民赴美旅游 他们中至少三分之一可能是党员或者三分之二是家属 如果都禁止 是不是以后这部分旅游收入都不要了 至于留学生几乎百分之百是党员家属 是不是以后都不让中国留学生留学美国了 此外美国政府对数百万境内华人 十亿境外的中国人的入党情况一无所知 因此光是确认党员身份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不管是阻止境外的党员入境 还是驱逐那些已经在美国的党员都是非常困难的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国务院发言人和国土安全部都拒绝就此传言之评 但消息人士说 这些机构的官员还在继续讨论 禁止中国公民赴美旅行的其他方案 但并不包括禁止所有党员赴美 而只是针对例如25名政治局委员及其家属 对于全面禁止党员入境的消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6日回应称 如果该报道属实 只能让人感到美国的可悲 他在当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美国还剩下什么 它会给世界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美国此举不仅违反国际基本准则 也无助于维护其大国形象 而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 更是把这个消息称为邪教式的想法 他说这是迄今为止 华盛顿最为疯狂的对华政策设想 它被放风到媒体上来都是邪恶的 禁止所有中共党员和家属赴美旅行 需要美国开展一场难以置信的社会运动 这不仅仅是国家机构的简单操作 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 特朗古政府突然放这个风的一大目的 是为自己助选 他们要展示对中国的空前强硬 进一步煽动美国社会对中国的仇恨 把美国的全部问题都归咎在中国 以及中国共产党身上 他们试图在美国人对中国的咬牙切齿中 实现胜选连任 为了大选 特朗普政府真的是很拼了 他们把美国搞得像一个邪教国家 诅咒中国被当成了那个国家 走出困境的最大宝典 小编在想 胡主编可能想说的是 特朗普在量葵花宝典 所以他的结论是 华盛顿正在对中美关系 进行针对世界和平犯罪级别的破坏 将人类的21世纪 推向巨大的不确定性中 这一切的发生 出乎了所有人的想象 我们不要试图用正常思维 去解读地缘政治狂人的歇斯底里了 最后他给中美关系定了调 中国需要接受美国对华态度 已经出现根本性转变的现实 不要再抱幻想 我们需要坚定理想的计划 稳住阵脚 恰当应对 与美国开展未来几十年的战略大周旋 在小编看来 美国政府最近是有点走火入魔 中共党员已经不是一种政治身份 只是一种社会标识 甚至是中国人的一种生存方式 中共党员里有正义感 同情心 相信民主法治等三观正确的人不计其数 美国此举不分青红皂白 确实令人感到有点错乱 不排除是一些在美的华人 异议人士出的馊主意 形成这样的无脑排华排供的氛围 只能让美国的民主灯塔形象显得滑稽 只能让中国人嘲笑 让向往美国的人尴尬 确实如华春莹所说 有点可悲 如果美国真的想帮助中国人民 那么请先从清理在美国的贪官做起 毕竟财务状况比党员身份要容易查清得多 这样的话也许会得到中国老百姓的中心用户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